那現在這個大副還要撐幾秒?撐25秒之後你撐得住嗎? 你撐得住嗎? 你撐得住嗎? 哎呀,還是21點 還是21點 現在剩15秒 剛好兩把都是月亮盒耶,你們運氣好好 獲勝者呢,再麻煩請你 到時候再私訊我你的寄件位置 好的,那我們來看看啊 現在呢,這個鏡頭是直接讓我給到這個玩具商 他直接發不要過來是這位祭司 好,這邊第一把是誰當監管的 啊,是這個炎某回來了 哇哦,他說你不要過來,但是他自己自願先當了一個監管 那現在的話,他選擇要賺錢用監管看起來是比較有把握,但是貓沒有放到 這個時候一個貓被放到果斷交傳送到旁邊這裡,沒看到足跡 的樣子,但是他看到大副跟玩具商,原來是跳過去了 是我眼力不好,他眼力比較好 那這時候在騙走位,這時候博弈時間到了 但是這時候還是沒有下去 還是沒有下去,但是下去了 哎呀,被騙到啦 這時候,使徒成功賺了50塊 再傳送過去起一點戰 這時候這個是誰,前鋒 前鋒,哎呀這個走位 滑到了沒有走上去 但是沒有關係,這邊的傳送還是很快的,這邊做到二戰的前鋒 其實也沒有賺到多少錢,因為這邊機子 沒修完 那現在的話,傳送決定要交給誰家技能開滿了 旁邊這個是新的豆腐入鏈絲,但是現在傳過去這個機子有大副又打造成功賺到了100塊 看起來感覺現在這個監管的錢是比較多的,因為求生者還沒有修完任何一天 一台機子 對,因為一台機子99塊或100塊這樣子 但是他跳過去以為這邊有人,但其實沒人,他就在傳送過去要打屋子裡面的 台灣前鋒 那前鋒衝過去之後撞到牆壁,來得及下去嗎?好像來得及,來得及,但下面還有一個乳鏈石 你怎麼決定啊 你怎麼決定啊 哦哦哦,兩隻都咬到 兩個都咬到 先打誰 先打這一個乳鏈絲 哎唷,沒打到 哎呀,打到了 他現在成功賺了150元,感覺是比較有錢一點,最後18秒鐘你還要再打一個 看來打不到了,現在蓋板下去 有沒有抽到,還是踩個板子,不踩 好 看來這個眼某是想要用監管刷錢的 但比較可惜他只有打到三個 正常來說第一回合如果你當監管就打到五個以上的話就很賺 真的很賺 但三個還好 三個的原因是應該大概就是150塊嘛 那也只是多一台雞的一點點而已 好,那這時候又放貓,咬到了大腹 這邊直接踩板,吸暈打一刀 好,賺了50塊 好,那這邊傳送過去是這個玩具商,玩具商好像沒放板子 他這邊 要被打掉了嗎 但現在目前前鋒,這把前鋒跟陸鏈石被騷擾到的機會很少 喔,有打到了,成功賺了一個50塊 對,那但是現在目前狀況看下來還是這個監管的錢比較多 現在又在追這個台灣前鋒了 好,這邊板子踩下去,哎呀,繞到前面 哇,差點送了一個刀,但是這陸鏈石很大膽站在這裡 直接被打一刀再賺了50元 這個陸鏈石看起來有點像在送錢的狀況喔 好,這時候大腹果斷交懷錶 那現在使徒不打算理他了,想要去找別人 因為他看不到本體在哪裡,但是現在咬到 咬到玩具傷了 哎呦,哎呦,再打一刀,又賺了50元 哇,感覺這把這個監管者 錢賺了很多很多 那現在在看哪一台機子有抖動,有沒有過去屋子感覺上沒有 有,他傳過去了 他傳錯邊了 他竟然傳去起點站了 哎呀呀 那現在剩下20秒的時間,還有沒有辦法再打一個人 還有得傳送過去了 他選擇要抓這個玩具傷 但是你剩下10秒鐘 但是他這個跳起來了,起飛 哦,成功逃脫,不然真的要再被打一刀了 3 3 2 1 好,結束這回合 豆腐一直沒賣 笑死 他卡在要自己就行 好的,謝謝,成語的100顆星星 沒關係 下一把還是會邀 對 請那個10個諾盾 再稍作等待 好,那現在的話一樣是這一位使徒 當上監管者 恩 哦,有咬到嗎?咬到了 咬到了 現在這個玩具傷非常危急 我跳過去 再打了一刀 哇 這個時候感覺真的這個使徒賺很多錢哦 他選擇要這次去打人 看來是真的有點 賺上一刀 這個灰空 哎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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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鋒人成功逃脫了 他開球了 開球了 哎呀 貓還是咬到了 但是沒有跳過去 蓋盤 但是被吸了一下踩掉再打一刀 好 成功打到 但是現在 感覺使徒還不想要牽著想繼續賺錢 那現在人都一個到二戰但是玩具傷還在下面 還在下面啊 他又要被打一次了啊沒有 這個貓沒咬到但是他現在放個板子跳上去跳不來不及 哎呀這個玩具傷 賺不到錢就算了一直被打 好那現在要追到這個大副大副的果斷開懷錶不想給他機會 那這邊蓄力揮揮看沒揮到 那現在使徒選擇放棄嗎 有了選擇放棄了直接船去找另外一個人就是前鋒又咬到了 但是翻版過去有點尷尬又被打一刀 看來這個監管賺錢賺的開始越來越有效率了 手感打得越來越多了 那這沒有看到就是玩具傷 玩具傷又要被打了嗎 有又被打了 我覺得 這玩具傷很像提款機 好 那現在這邊 豆腐也被追了又要被打一刀了 哇這個 使徒在後面 越賺越兇喔 越賺越兇耶真的 欸他這一把 打六次有了吧 至少打了有六次了吧 這是一種霸凌 這是一個戰術好嗎 有人餓死一點讓我們看一下鏡頭 是這個玩具傷 還有它到底是 好運還是不好運呢 讓我們看一下 他那邊有沒有機制呢 欸 他選擇 氣排氣調 他不想當21點啊 但是現在這個使徒還是過來打他 哎呀還是被吸住了 他要跳起來的時候被吸住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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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的話看這個使徒怎麼做 他選擇給他牌 那這個最後的結果是如何 讓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這個回合看起來是沒有人被淘汰 又是進喔21點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結果 很不一樣喔 有兩個人21點阿各位 這個大副跟玩具上都是21點阿 看來這一把可能就馬上直接一個 或優勝者會出來了 喔一個 喔 又一個轉換21點 哇 這把很刺激喔 現在原本玩具上的21點跑到祭司身上來了 就是這個使徒 那現在大副一個很輕鬆的在那裡跑來跑去的 感覺這個祭司會被針對 但是他錢應該很多 但現在重點是 大副沒有人管他 那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現在變成一個點數消失了 是變爆點還是減少 這邊我們看這回合結束之後才能知道結果 那現在大副還是在旁邊跑 他現在還有40秒的時間 這個路練師在大房子 那玩具商在這個離大副最近有三個人過去了 這邊有監管者跟玩具商 還有這個使徒很多錢的祭司 那現在這個大副還要撐幾秒 撐25秒之後你撐得住嗎 你撐得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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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撐到10秒9 8 7 6 5 快過去了 3 2 1 哇這個 太神奇的發展了 這邊就恭喜夏末末獲得勝利了 哇 哇這邊這個 很刺激喔